這麼高 簡單報告一下 這個是整個南菜園日式書社區的一個分佈 那在95年公佈的時候 就已經是有三處的例件 那兩處的古蹟 那兩處古蹟這個旁邊這個 其實有一個雙拼件就是81項2號 2號在之前95年前 95年指定古蹟前 就也火燒 就不見了 所以後來就是文字會就指定4號這邊單邊做為古蹟 那這個是現況 整個南菜園的現況 那這邊可以看到 這個是其實古蹟的部分反而回損的比較嚴重 那南昌路二段這邊 那這個是8月4號那個施火的那一棟的古蹟 那這個讓委員參看一下 其實在2002年的時候 它的狀況其實還算OK的 那這個就是這次歷史建築那個會開的一個照片 請委員參看 這個是二項6號8號的後面 它其實是一整個就是建築群還保存的那個狀況 那內部的狀況 那10號12號 那你辦的部分就是本案專案小組成員共計6名 五名出席 其中有兩名委員認為具有古蹟價值 兩名認為屬於新法的那個建築居落群類像 那一名委員則是認為具備有古蹟及建築居落群的雙重身份 那本案您請本委會討論 那並一審一決一後半以後續 是 報告主席 今天那個所有全人台影有出席 是 那是否先表示意見 好 來拍點 請 各位委員 我是台英太太 那幾點簡單報告一下 就是說 這個今天早上有開一個會 那基本上 我們會遵照今天的決議去做 簡單講就是說 在發生火災的這個南側的部分 我們會依照新的文資法 去做緊急想救的動作 然後半年內提出修復的計畫 那北色的部分就按照原來通貨的部分 繼續進行這個維修跟這個他棚架的這個工程 那另外一點要報告的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 這個我們當時之所以提出建議說把這個建物全部化成為古基 那是因為我們在整個活化的過程當中 因為台影基本上他地價稅的負擔是 我們在地價稅算地價稅的時候是算私有土地的 也就是說他是適用到千分之五十五的最高稅率 那我們一般的公有土地 比如說市政府或者是國產局的話是千分之十 所以這裡面是一個很大的差距 那所以那基本上我們委外出去 我們當然希望說那個成本 我們就是讓他10年或者15年用 他去修復他去用 但是至少能夠去支應我們的地價稅 這是我們原來的構想 那因為這樣的構想 但是因為這個稅實在是太重了 所以這一直沒有辦法把它飄出去 那後來也跟文化局這邊有一個討論結果說 是不是這樣也是一個解決之道 就是把它提升為古基也是一個解決之道 其實如果比較我們比較願意的話是說 我不知道市政府這邊有沒有類似的案例就是說 因為其實這些古基 這些歷史建築是這些古基 古基是紅花 歷建是綠葉 本身它是應該一個整體的觀念 而不是說古基坐落的基地是免稅 然後歷建的部分 其實之前也都是免稅 都是打七折 都是免 但是後來是最近可能是政府 在地價稅這個方面的需求 所以它開始回來追我們以前沒有免稅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知道 其實我們的想法本來是比較單純 就是原來的做法 就是說一個紅花綠葉嘛 比如說它是一個整體性的 如果這個可以的話 其實我們也知道說 因為要審地價稅去把它歷建變成古基 這也不是一個專業的一個審查的方式 只是說我們原來這樣想 只是要降低它的負擔成本 讓這個案子容易活化 OK 那再來就說 這個至於說這個古基好還是說立建好 那基本上台銀是尊重委員會的專業的一建 那只是說委員會在做決議的時候 希望也能夠兼顧這個地區未來的修復 維護還有這個它使用的靈活性 謝謝 謝謝 那已經代表了 我想這也很實際 價格也很重 還有其他要發言 當地里長 州里長也有登記要發言 就坐著站背 主席還有我各位委員 大家我們在後面看來 大家主持的非常辛苦 到現在大概可能有了社所的委員長 非常非常感激 我自己本身現在是南部里的里長 剛剛大概才瀏覽了一下資料 當年94年 他為什麼劃定古基跟立建不同的一些 他的我們的各委員的意見 包括王老師在這邊 在這邊當年94年的部分 您提的建議 我現在知道了 所以說我們一個身為里長的 我自己本身對這塊地非常清楚它的始末 因為我是台灣銀行的員工 我在這個是地方在地也住了50年了 同時我在這甚至古基內進出了30年 裡面經常去打麻架 所以他到底哪一個是古基 哪一個是立建 所以當初我一進來的時候 接了里長之後 我感覺到這個地方髒亂 先從第一步髒亂要清 台灣銀行本來是荒府荒廢不理他的 所以剛剛講過2002年的風貌是相當的好 那到2016年現在經過14年 如果一個房子14年沒有人清理 我想當初的狀況我應該把照片拿給各位看 屋頂上是長榕樹 然後榕樹的氣根是穿心到你的立建的裡面 到了這個地步 然後附近的居民大家都覺得怎麼搞的 沒有人管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直接在台灣銀行離職去里長就任 第一件事我就跟台灣銀行的這個管這個主管說 我不會放過這一件事 所以說我們把古基第一個先保留現況 不要再壞下去 讓它的樹線去掉 不要再榕樹把那個古基的屋頂也穿心的繼續 那這個地方我們在做的同時 我發現說為什麼這塊一直荒廢的不能用 它是古基台大劉貞校長的可以活用 很多地方都可以去活用 包括紀州安包括那個什麼保障也 為什麼最後這塊台灣銀行也很有意願 甚至我知道的是甚至也編了預算來做 包括自由資加勒包括很多古基 台灣銀行也是很苦肝嚴 十分之一的我們的那個 台灣銀行的航產被化為古基 他們也很配合 那這個部分我想說我希望說能夠了解 為什麼他們推動不了 結果他們為了審 因為是經過我們是利潤中心製 如果真的利潤打不到發在稅貨上的話 台灣銀行員工薪水可能都被打折 這是一個我們現有的這個財政部的規定 那他們就也要顧及到這個部分 於是這個稅負對他們造成了很嚴重的一個負擔 那這個稅負怎麼樣減除呢 他們第一個只有把這一塊所有的地 托付給文化局 通通給他們你們去處理 那可以免稅負 那他們就暫時這樣處理 結果文化局也想要飆出去 那飆出去的情況之下 因為後續的拯救跟稅負 很多人我找過非常多人想來 來這邊處理來投入 文創業是很多人有意願 可是大家一想到的部分 我想說我們後面就沒有辦法 後來我想到要讓這塊地活化 讓這塊地跟當地的文創結合起來 我們就必須要把後續 人家經營的意願他進來 那稅負的問題是個最重要的 那今天我們也問過 剛剛台銀的長官也說了 他為什麼有的地方在文化局這邊 是一個古蹟他所有的周邊的地 台北市應該有這個例子 周邊的地還有偶爾零星的利劍 可是為什麼整塊地是可以免稅負的 那我想說文化局幫我們查一下 有這種潛力沒有 真的有 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 稅負是後續發展最嚴重的一個問題 至於說我們現在利劍跟古蹟 那剛剛我們經過92年代 這個所有的這個裡面的這個評鑑 王老師的評鑑是 因為發現裡面的原貌風貌有所改變 所以把它變為利劍 其實這一個所有的區域 我據我當年知道全部都是 古蹟就全部是古蹟 利劍就全部是利劍 都是同一個時期的 所以關於到底是古蹟好還是聚落好 還是利劍好 我們基於我們理辦公處的立場 我們只希望說減低了稅負之後 有文創業者願意進來 那怎麼樣是達到我們地區發展的均 可能更嚴重 還有它那個所有的這個地方上的安全 還有環境的維護 這個部分是我們最重要的 那再拜託我們這個委員們 還有主席大家對於這個部分 看哪一個適合他們後續 我們要經營進去 我們要經營進去 沒有負擔的一些文創業者 他們比較願意投入的部分 那替我們這個地方 那地方的區域發展做一個 作為考量 謝謝 好 謝謝 還有其他代表要發言 我沒有發言 所以這個案子 我們應該怎麼樣 剛才代表談的大概就是 古基地建跟後續 稅負呢 這非得有這樣重大差別嗎 怎麼會以前不收 或改清承的古基 我們真的是為了地價水要收才去收這樣 是的嗎 那不是 都是因為文資法文法 就是只有限古基 因為古基它是有相對性的一個規範 所以它剛成如修委員講的 修法之前古基它就是全面 那歷見它 因為它就是一種古異性質 是一種登陸 所以它只有打七折的優惠 那這個是說服 就是說在文資法有明確規定 那現在還是一樣 現在還是一樣 有這樣子的一個規定 那七折是我們透過這個文資法母法 就是在那個折減減 那個50%內 然後我們是用打七折的方式 變成是我們市府的制定的一個規定 我有參加過九十 應該是九十七吧 還是九十五 那跟剛剛那個代表講的 里長講的話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說當年有一部分是歷史建築 一部分是古基 那這次好像全部登陸 指定為古基 我當然也很久沒參加這個 這個台北市的當委員 但是我記得過去的往歷 那把歷史建築變成古基 都要有一些條件 而且全是新發現 我稱新發現 這個大概也聽得懂 就是跟我們的新芳村 由歷史建築提升為古基的時候 都有些新發現 但是現在看不出這個新發現的理由 就是這邊看法是一致性 一致性是可以提升 這個就覺得有點懷疑 這一批一件事 可不可以再把這個事情講清楚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這個就涉及到那個台灣銀行這邊 因為你們這邊已經把那個 調查研究計畫做完了 然後裡面也涉及到修復的計畫 那調查研究計畫的時候 當然就會按照這個 古基跟歷史建築的方式的處理 那所以現在歷史建築 現在要提升為古基的歷史建築的部分 因為今天這個報告沒附 那它會修成什麼 當然我有審查 但現在不太記得 因為也很久 所以到底要修成什麼樣子 這個可能要再講一下 就是歷史建築有沒有完全按照 古基的標準去處理 還是說接近的標準等等 這不曉得 因為這裡面也涉及到一些 再利用的狀況等等 我記得應該好像看來 可以好像配合再利用 歷史建築比較好處理 這是第二個問題 那第三個當然 我可以再不管這兩件事 今天再重來 按照新的文字法 當然我會比較 我會比較傾向於用這個所謂 純聚落建築群這個方式來處理 因為它比較具有彈性 而且認定上來講 可能會更一致性 這個比全部提升的基金更具一致性 這個因為它基本就是住宿的聚落圖 建築群都以住宿為主 這個應該前後的講法 大概可以消滅以上我題的那些矛盾等等 這個我大概三個意見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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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的現場會刊的那個 今天剛剛簡報的資訊裡面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我可能需要再表達一下我個人的意見 第一個 雖然人貌是當社會興建的時候可能在形式上是一致的 但是經歷了一百年的時間 基本上每一棟房子的現況條件各不相同 然後歷史的發展也不相同 所以文化資產的價值如果就個案建築而論 這個部分當然不一樣 這個部分我特別做這樣子的一個意見的表達 那第二個意見就是剛剛米老師其實也提到了 就是價值的增加其實如果回到文治法 對於歷史建築的出現 如果我記憶力沒有錯的話 當時候的歷史建築出現的時候 它的定義是具有價值但沒有指定為古蹟的建築物 它其實當時候出現的時候是有這樣子的一個落差 那這個現場的會看就是目前現在的結果 其實是多年前我也有參加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第42頁的資料 那我剛剛嘗試去看這個資料 我覺得裡面因為沒有附大會當時候最後討論的結果 而產生目前現在看到的狀況 那上面的那幾點各位可以參照一下 那結論的部分跟你提請委員會討論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有很多跟目前看到的結果其實不太一樣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是另外可能可以再把資料再補充的 那我要講的第二點意見就是事實上十多年來 其實現場的管理維護 其實狀況並沒有特別的特別嘉義去處理 所以就價值而論其實這些建築物的價值其實跟十多年前的價值 可想而知應該是其實是不好的 其實是越來越不好的 所以剛剛明老師其實有提到新市政的出現我覺得其實很關鍵 但是從今天討論的資訊來看 一方面房子的狀況其實是持續不好 另外一方面沒有價值 所以從歷史建築如果要變更為古蹟這件事情 我覺得可能是有討論的餘地存在 所以最後我自己第三點的建議 我覺得如果要把古動房子視為一件事情對待的話 那我覺得新的文字法就是一個處理的方式 但是它的理由是考慮到全區的完整性 而不是討論那個價值的變動與否 就是如果就全區的完整性而言 那我覺得新法裡面的那個聚落建築權 也許是可以討論的一個類型 那這個部分剛剛其實台英的這個代表 其實也提到有關稅務的問題 那因為新的文字法其實修訂 那現在目前就是接下來相關的那個執法的 包括施行細則的修訂 那稅務的部分我覺得那個是變動 那那個部分包括很多很多後續的處理我想 新的文字法在調整的時候 我想會回應到目前的困難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可能不太適合 納入我們今天討論的議題 大概以上三點意見提供參考 好 謝謝 我們先讓維陽有沒有什麼介紹 有沒有 來請 事實上我們就是在這邊討論的 我們覺得也是很困擾 因為這個 剛剛柯南也講 它這個是依照文化智商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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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不是說文化智商寶寶寶寶定了就好 它還要回歸到土地法 土地法有土地的這個 它叫一個什麼 叫土地稅的減免的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第七條第十一項它也講的 這個是很奇怪的 我唸出來大家都會笑的 它就是說名勝 古蹟跟這個紀念先賢先烈的紀念館等等可以解決 我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它是民國二十幾年頂的 這條船還就沒有學過 那我們現在文化智商 產生以後不只是古蹟 還有很多其他的類型 所以就不在它這個檢點上 那再加上它這個所謂它有民生 我們現在文化智商哪人的民生 我們有文化景觀 文化景觀不等於的民生 就很奇怪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東西 在我們這些討論以後是很困擾 那地方政府 因為這個尤其這個稅 都是屬於地方稅 那地方稅的話 你要少掉一個 那地方的收入錢 所以這很困擾 那尤其呢 本來台銀是不要走 因為它的功能 造成土地法 它還是不要走 但是它現在變成有收益的用途了 那有收益的用途反而變成 不要去整個稅 那這個算是轉嫁到使用的單位 當然 這簡直不可能去彌補的 這屬於這個價格是地價稅相當重的 然後他們的收益能夠打平已經不錯了 你再加上稅它都沒辦法做 所以這一點呢 我們現在目前做的 徹底的違反人差資產保障第一條 開通民意獎 我們要保存活用 我們應該只做了保障 活用根本沒辦法活用 種種的法律限制之下 沒有人來感受活用 所以我是覺得 在這種情況 我想是不是能夠跟中央 尤其這個地震大會 要做一些反應 可是這東西好像是地震大會主導 如果你中央沒有民意的話 地方政府絕對不會放售 因為這個是地方水準兩代 我想這個不只是台北市 其他這個地方都是 財政局是台北市兩位 地震財政局 他們家只有反應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可以去反應 我們講 今天我們如果依法辦事 我們現在想辦法 當台銀都很煩惱 比如說把它 我們背著兩些話題通通的 都會結好 但是我們也會被 我們委員 我們說 價值認定 比你更標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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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委員還有沒有 來 明哥 來吧 謝謝主席 那我想 其實把這個事情當純化 假如說 這個地方 不管是歷史 或者是 它建物本身的價值 適合做什麼 那我們 如果可以判定的話 那就照這個 這個委員制來說 如果 就目前文字法的規定 它也可以當作 古蹟也可以當作 聚落的話呢 我倒覺得 恐怕當作 古蹟會合適一點 因為聚落呢 還有事情 稀者要等待 那 而且這張確實是 非常語漏了 那 趕快修起來是好的 而且 從利用的觀點 剛才學老師 也特別提到了 我們現在只做到保存 沒有做到利用 在利用的部分呢 如果它的一個條件 好一點的話 我相信呢 會有更多的機會 這個地方去看過 大家也大概知道呢 它在利用的機會啊 其實 做了古蹟的限制下去以後啊 恐怕也不是 很能夠這個什麼 這個 發揮它的功能 或者是有 引起大家的興趣 這不確實實 因為它的地位 雖然好像是市中心 但是 也不算是熱鬧的地方 再者呢 都是 古蹟的話 其實也有限制 但是呢 相對於 聚落的話呢 恐怕 古蹟呢 條件會對於 所有者呢 或者再利用的部分 會更好一點點 這是我個人的潛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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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委員他們開始了 謝謝 謝謝 市長好 我來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我就是最早的時候 也有參與那個 檢查過程 然後這次也有具現刊 所以 反正也有些委員沒有具現刊 所以 可能覺得說 欸 原來既然已經認定 有古蹟跟利劍 所以代表他們的價值是不同的 那事實上呢 我之前去跟 這次去 大概通通都看過了 事實上我們是非常可以確認 它在建築上的價值 其實差異真的不大啦 那當初為什麼會分 古蹟跟利劍 是因為它建築形式都一樣 那因為它的那個洞數有很多 那如果說 因為當時的社會氛圍 如果說我們每一洞都用木造的方式 用它原有材料去修的話 它的金費真的相當的高 然後真的要活用 你先修了 然後再 因為你的成本也很高 然後你還要再活用 要能夠賺到全班 你花掉的錢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們才覺得 既然它是一樣的建築 所以我們是不是保存兩洞 都是原有的形式 然後你也有的材料 然後其他的呢 就可以做有一些程度的一些改變 讓它的那個活用的經費 不會高到沒有辦法承擔 尤其是當時台銀禮在的那個說明說 他們雖然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國營機構 可是事實上 他們也是有他們那個財政的壓力 所以才做這樣的決定 因為在2005年那個時候 其實今天整個社會氛圍是不一樣的 所以像這樣的日式金融 大家都會覺得 對呀它很有價值 可是在當年都會覺得說 它又不是 也不是特別那個什麼重要歷史 事件又什麼 然後還要幾件號的古蹟 其實是要面對非常大的壓力 可是因為它這個建築真的很特殊 它全 它的那個床之間的做法 我在日本都沒有看過 然後我還把當時拍的照片 我也問過我日本的朋友說 欸!日本有這種做法嗎? 他們說我沒有看過 因為它做的特別高 它裡面的鏡高也特別高 所以當天那個李偉雄還問我說 欸!它會不會有兩層樓? 它其實沒有 所以代表它的身分地位 是代表當時台營的一個身分地位 所以它真的有它的重要性 所以當時在那個時空背景之下 我們覺得如果有兩棟做為古蹟的話 至少可以呈現這個建築群它的特色 那並不是認為說其它的古具價值 那所以今天很多委員提出來說沒有新發現的時候 我們覺得實在是對這些建築很對不起 因為它不是因為它沒有新發現 所以它不能做為古蹟 只是當時考慮這樣子對這個地方可能會最好 因為雖然我也非常同意說我們要依法來進行 可是我一直覺得文資法或者法它都是一個工具 它都是來幫助我們 然後可以去保存這些文化資產最大的價值 然後還有幫助它以後的活用 所以如果說因為法這樣子 所以有些事情沒辦法做 或者說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必須一定要找到它的新價值 然後才能夠來做一些改變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蠻遺憾的 因為其實它不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它當時是古蹟跟歷史建築 如果這樣的話我覺得變成是我們的責任 可是當時的確是有那樣的時空背景 所以你那個時候要我們把所有的東西指定為古蹟 的確我們會覺得給台營太大的壓力 那我們也覺得那樣的其實對於保存這個地方的建築區 其實是有幫助的 但是當然今天已經有了俱樂建築區 好像可以用這個方式我也很贊成 可是因為我們的法常常跟不上這個需求 而且剛剛徐老師在講說這次法弄得很亂 我也同意 然後台灣對於歷史建築這個認定一直都不清楚 然後像夏老師以前都說是沒有牙齒的老虎 可是它的確原來的意義就是這個樣子 那可是台灣把它當成用作一種活旗 介於古蹟跟要拆除之間的活旗 也是一種台灣不得不運用的一個方法 因為其實日本真的不是這個樣子 可是既然我們現在也是已經有這樣的方式的話 所以我們其實最主要目的還是考慮 怎麼樣會對這個地方的保存最好 然後對於這個管理者他能夠有最好的活用 我覺得我們文化資產委員會其實還是應該朝這個方向來思考才是最重要 那但是當我們一定要符合法令 可是並不是說完全就是要完全硬的要這樣子來做 反而是失去了以人來文化資產保存法制定的目的 所以我就做這樣說 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當時的一些狀況 謝謝 我是想剛剛就是目前已經懷疑了 然後再做一些整修的工作 那也就是我們過去的一些理事 好像估計我就不要動 歷史建築我要猜要猜怎麼就動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即使歷史建築它有文化價值的地方還是有 需要保留的地方還是需要保留 所以因此我呼籲就是這個談音 當然你們說你們那個報告我們這邊審議員或審議員 當審議員過以後我們正在執行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在這個文化委員會應該有一個小組去做一些監督的指示 否則的話你看你那天帶我們看 比如說那個外面那個牆要拆掉 很慎重要我們在討論 但是他們在工人在施工的時候 為了直接通到眼間就把牆開個洞 就穿穿剛剛轉過去了 那難道裡面牆沒有外面牆重要嗎 我覺得這種想法很奇怪 然後一個柱子一下子啪啪就蹲得上 上面的梁也不管 打個洞就上去了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部分呢 不管是利劍不管是古蹟 它的維修它有一定原則 當然你們有送來我們審議 但是這個我們審查的結果 並不是代表就是說你早就做下去沒有問題 我想是不是我們審議為了 需要有一些監督的一個機制 否則的話修好以後 我們修得不一定 如果有老闆就說 這個會不一定 把這個律師監督修得不一樣 當然責任也是這樣會成功 好 謝謝 我們今天請六個委員先去做一個文化資產的評估報告 是依照我們這個審議委員會的組織準則規定 那以我在文化部台中跟桃園還有我們台北市做這些委員 因為我不是文資的專家 可是我的感覺就是說 為什麼要有先請幾個委員先去做評估 就是因為我們太多委員了 然後每一次都要一坨人去這樣 這個是不是不符合經濟效益 可是我在其他的地方所開會的結果就是說 只要委員有去評估 那幾乎所有的委員都很尊重 然後很快就會做出決定 然後因為很快決定 不管是利劍或者是古蹟 那就趕快進行修復再利用 或者是維護它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非常感謝剛剛王韋雲所講的說 上一次跟這一次其實沒差啦 都是考量說這個管理機關啊 或者是所有權人啊 它的一些困難啊 或者是怎麼樣啊 現在社會氛圍真的是不同了 它只要是古蹟 我們就是認為就是古蹟 不要去考慮什麼 什麼稅啊什麼的 不要用那個理由 那樣理由會讓人家說 你是為了解稅 100% 這個就不妥當 所以我是覺得我非常支持說 今天既然有這麼多委員 而且都已經講到這樣 我是希望說能夠快一點 我們就快一點就決定了 它就是古蹟了啦 不好意思 可是剛才委員提到要查現行事實證 這個我們委員就是這個可貴的地方 可是這個最後我想就是說 我再跟大家綜合報告一下 如果說照剛才武安委員講的就是說 過去到現在 尤其過去 它本來就是有無稽的這個價值 可是當時為了這個保存最好的 當時有它的背景 那麼在這樣一個狀況下面 做那麼樣的一個判定結果 那今天如果說我們也是兼顧保存跟活用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大家能夠做一個接受就是說 新市政是不是要推翻過去的認證 就是剛才有提到嘛 就是說今天我們要把利件變成股期 我想這可能是一個最大的關鍵 可是王委員又提到 他本來就是有股期的價值 所以那現在就是說 黃委員也特別提到要快 那來 我們還是就快來講 請教大家 來 許老師 我提供一點淺見 不一定很成熟 因為剛剛聽了幾個委員的這個意見 我覺得他們都是比較是從建築的觀點 建築這個觀點來看 我在補充一點 從都市發展都市縣的這個觀點來看 提出一些淺見 就是說日治時候這個城南 就是臺北城的城南部 城南這個地方是兒育總部 就是第四任總部 他是從1899年第四任到台灣了 一直到1906年離開 大概在台灣實際上他是 不是全部的時間都在台灣 不過在八年期間他對台灣是非常有貢獻的 最早的一個價值 也就是說他經營這個南菜園 他本來自己稱為也稱為叫做藤岩 藤岩的藤岑 就是他從日本把藤樹移植過來兩次 現在這個都沒有了 真正最有價值是那個時候 所以在1930年代日治時候 他已經就把這個字流 已經是指定為文資保存的地方了 所以日本之所以進步 他不是說看你一定有幾年 而是他這個人物跟歷史當中的價值 就像我們北城門 在日治的時候就已經指定是古蹟了 這是古蹟了 那麼這個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 因為市區改正 他這個市區裡面 台北城市區裡面 全部都是文藝復興的建築 西洋 你比如說火車站到那個博物館 都是文藝復興以後的那個 就是仿造巴黎的那個香榭大道來建築 後來關戶以後 好像很多都改建了 很可惜 但這個地方1930年來就已經是這 他是未來有一個平衡 這個地方的建築就保存 從日本他的那個建築型態裡面保存到這個 所以他是跟陳中西是一個很強烈的一個對比 這個是他的一個生活文化 所以這個是他很重要的一個歷史價值所在 他這個在而易那個時候 就是說市政更新改正的時候 這個地方開始後來改建為這個所謂高級的一個書社 他是有意要跟陳中區有一個很強烈的一個對照 雖然我市中區是這個國際化 我要跟這個西洋人家一樣 但是這個地方我要保存日子的 他的生活文化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書社有他的另外一個意義 所以原格說起來 但是很可惜的 就是他的那個別墅 其實他自己稱為叫茅屋 他有一首是講茅屋 他自己寫的詩 而易總督 他是最有人文素養的一位總督 他寫了很多詩 所以在台灣現在傳統的詩還有很多的傳送 在傳送 我雖然覺得他在台灣的現代化 他做了不少的事情 但他最重要的一個目標是 行政長官是厚騰欽平的 厚騰欽平的幫他執行 所以他這個地方有他特殊的一個空間的一個意涵 所以如果能夠把這個精神也加上去的話 可能會有一點點幫助 所以把他當成群落也是相當有意義的 這個聚落這個不見得的群落 他就是有意要放在這個地方 本來光顧以後謝東銘他就是住在這個地方 因為過去接收的時候是審政府來接收的 謝東銘是因為審政府出來的 所以那個南菜園那個茅草屋其實是別墅了 本來是謝東銘住的 可惜後來被拆掉了 現在這個南菜園南昌公園還要保留了兩個碑 一個碑是北伯川公大碑殿下的那個益歌碑 那個是很稱讚而異的政績 這個他是北山那個時候死了 那麼在岩上上面不是蓋了一個神社嗎 台灣神社 所以台北橋什麼 那個就是有一部分是為了又為了見了 所以他這個歷史這樣連換起來是非常有意思了 另外有一個碑是留下來就是 就是兒一寫的那個茅草茅屋的那個詩 其實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保存的氣點 可是我們現在好像比較缺乏這個人物跟事件方面的這個光管 要一起來做保存 這只是講的這個建築 旁邊的這個建築 我只是補充這樣一個一點淺見 至於這個建築將來活化 當然是有時候我們指定古蹟 將來希望能夠它永續 是具永續保存永續的這個原因 那麼是這樣子來做 這個我就沒有特殊的意見了 我是說一定要強化 那個時候為什麼要集中要有高級的官員書者在這裡 他是刻意要保存這個日本的一個生活文化 然後這個這樣子的建築 我就做這樣子的 好 謝謝 好 謝謝 來 那個第一件 當然我想要把歷史進度變成短直 這個是不價值的判斷 那有其他的神聖性或是價值性等等這些事情 所以我想問的就是 因為我們過去 因為過去大概都用提升 有沒有提升價值這種管理來處理 有沒有發現失誤 那我現在想問的 很抱歉 必須挖一點倉巴 就是我們的山景 倉庫到底有沒有用這個 把要提升為古蹟這個事情 夥回 就是我們的文化局 到底有沒有用這個 要夥回這個事情 那當然因為這個 我看這個 他們提理由的時候 好像也沒談這些事情 好像看了都是 就是為了這個 這個 地價稅這個事情 再重新判斷 那如果我們的山景 這個事情呢 被夥回的話 那當然就有點麻煩了 就是說在這個城口上面 不太有事 就是說再重看 從處理這個文化資產價值的判斷 這個當然必須講清楚了 如果可以不用這個 那以後我們的標準 當然也要重來 謝謝 其他還有一個 真的也沒有時間 發言 我的客人看到 法律專家明在呢 實際上 我們說所謂 發現新市政 這並不是文化資產 或者文化資產 相關法律有這個意思 而是 行政程序法 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的第二塊 它有所謂的發現新市證 那是對人民的權力義務有侵害的時候 它若有新市證 我們可以提起訴訟 然後給你一個行政的救治 那文化資產本來是歷史建築 現在要變成古蹟 這不是新市證 這個東西 古蹟歷史建築 早早就在於的 只是我們準備的資料不夠存在 所以我們呢 文化資產它最重要 可貴的就是說你不要急著去把它定什麼位 而是你要急著想要把它的背景資料準備妥當 所以我們在文化資產本法裡面它也講得清楚 一般政府有必須要去了解 調查 然後清楚了以後 我們再來做審議 那這個審議才能依法的審議 現在我們完全不是一樣 就是看了一下 看了看幾個 這個是古蹟歷史建築 完全是沒有一個依據的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說 既然在這個 我們並不是說我們要把這些房子 你一定要去找出新市證 所以有很多光怪你起的新市證都跑出來一大堆了 這什麼人弄過 這怎麼能經過 這實在是有的理由非常欠強 所以我並不是針對這個案子 我是希望就是說 將來我們再指定或登陸 是否我們這個背景的資料更充分的 那比方說山極的案例 在過去當時 歷史建築非常簡單 後來好不容易我們麻煩了 環詞篇委員去做了一個檢查 才有一些基本 然後大家才從一去判斷大家 所以如果說這個基本資料不充這個 任何人都會充下一個檢查 醫生的名字就好 好 謝謝 其他還有要指標的嗎 台營要再說明 好來 對不起 一分鐘就好 跟這個案子有一點相關 是牽涉到楊明山文化景觀的問題 是有關稅的問題 因為謝謝副市長主持人 在這個部分能夠體諒我們台營的立場 因為之前 在前一個政府的時候 我們曾經 因為文化景觀 歷史建築 它可以減徵地價稅 那是中央立法授權地方去訂減免的規定 那目前有減免 就歷史建築的部分都有減 都大概打七折 那就文化景觀的部分 二十一縣市 根據我們去查 大概有四分之三都減了 但是唯獨就是首上市區 台北市政府並沒有 那其實這個東西 我們也曾經一再跟市政府要求 他也曾經想開會 資料都寄到我們那邊了 那後來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就不開會 然後一拖又好幾年 那我想因為今天 大家既然都能夠體諒台營的立場 希望 我們只是希望說 我們該做的 我們一定做 那我也希望說可以給我們考量的 盡量協助我們 我們把更多的經費 可以再回饋到整個文化資產的活化上面 謝謝 跟主題報告 剛剛那個台營提的應該是屬於臨時動議的部分 那因為早上也有去這邊 他們也有提 那這個部分我建議 請法務局還有稅捐處再來開一次會 因為它文化資產的文化上 現在有規定 那規定的時候 當然它地方有權 因為它是德 所以地方就有權限 是不是要磕稅 當然跟整體磕稅的考量有關 所以它會有一個磕稅的標準 我想說這個案子在臨時動議的裡面 當然可以提 但是我覺得它要另案去討論 在情報委市長 因為它跟稅機有關係 那如果這個通過 可能不是針對台營或是楊明山 而是全台北市所有的 所以會有這個差異 就是這個 另外其實我剛剛聽幾位老師在提南蔡元的時候 為什麼有提古蹟的聲音 也跟所有委員報告 其實這次有趣啦 我是說同樣要把那個 陳柏年建築師做那個報告 其實很完整 今天我看到一大份 其實今天早上 裡面大概有一段其實也有提到 當初在指定南蔡元的時候 其實是想把它全部當古蹟 但是為了當時 好像是台營這邊有提出 它將來修繕 有一些需要改善 那不要那麼硬的去限制 所以好像委員當時有考量這個因素 才把部分指定成古蹟 部分流程歷史建築 那祭壇其實現在台營有這個意願的時候 其實應該照原始的方式 全部指定古蹟 我覺得這個將來在委員堂 我不能批評委員啦 我覺得在操作上不能 如果真的有價值 是不是還是應該把它當古蹟來看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 第二位想請問 我還有一個 就是在新法裡面 對於所謂公有文化資產也就是在第八條 它所謂文化所謂公有文化資產 包括國營事業 像台營 現在都只公平 那我是覺得對台營不公平 我們要討論到它要保存化 就是它是公有的 如果要討論要收稅 它是私人的 它要去收稅 這是對台營事非常公平 對啊 所以我們講既然新法律規定的 本法所謂公有法 它就不能站在一個人的那裡 那就是用公法 它是公有文化資產 那不能說它是公有文化資產 我要說稅 我要看它是私有和民間的企業 然後怎樣要來 你可以用這個範圍 好 市長 這樣的話就說 稅的部分 照剛才副局長講的 也是等於是市政府相關局處 該去做這樣的協助跟認定 那我們由局處之間有五化局去召集 針對這個議題 不管是地政或法務 我們內部召集 做一個初步的議題以後 透過這個行政體系來做這個決定 我跟你講就是說文治委員會也不會過關這個事情 但是就是說 我們今天這個 從一開始 我們還是回歸就是說 希望就是說 文治委員會還是回歸專業的 跟依法的審定 我們現在來看就是說 他要不要認定是五級或是歷史建律 就專業來講 按照剛才這個副局長跟王委員這樣的一個說明 也許就是說在專業上也是能夠說得通 當然就是說在座的委員 他還是有再繼續表達這個權利 也就是說 他如果說從過去 那他就是有這個古蹟的這個意義跟價值存在 那就是過去的這個時空背景 有了不同的選擇 那今天我們不管是現在的時空背景怎麼樣 但就專業上面 大家看是不是認同這一點 也就是說他是符合古蹟的 還是說他還是要維持原來的 這個兩個是古蹟 三個是利劍 或者是來那個副局長這邊是不是說一下 在我們民意辦裡面就是說 專案小組有一位委員認為就是說 他是具有古蹟及建築裙落 具建築聚落群的雙層身份 對 那這個可以怎麼解釋啊 將來